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伦 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奇路语人道的霸者 那么今天要玩的是日版啦 那么日版呢在今天1月1号的时候呢 出了两个新的追忆的女人呢 都是全力故事里面剧情的角色 那第一个是王女第二个是女王 那这个王女呢 等一下说一下她的剧情吧 我也是大概也是忘记的 第一个石头 这个王女她隐藏身份去加入军队啦 然后她是因为她的妈妈的关系 她就想成为一个武士 武士吗 诶出京了耶 第一个石头就中了吗 拜托 话说我的台版真的是完全看不下去 抽的烂透了 虽然歪了两个4.5斤 但是还是很心痛 哦中了 这次 好哦 1月1号的新气象 1月1号刷新的新运气吧 不知道 果然1月1号抽什么都是很棒的 所以各位加油 看有什么想要抽的游戏赶快抽啦 我昨天抽那个第一部影片那个我要成为影子强者的那个真的是烂透了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抽成这样早知道今天才抽 那么既然第一个石头就抽到这个王女那我就换个词去女王吧 女王的故事剧情我不记得了 她是一个 她在这里是一个武女在故事剧情应该也是吧 第二个石头 那她是因为她的爸爸她的国王好像出现什么问题了 然后还要去拯救她的王国 好像是这个剧情啊 我忘记了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这两个都是在权力的故事里面的啦 因为我权力的故事其实没有过到很后面 就还蛮中间的 然后我就先过金千篇 所以有部分的剧情我是 已经是模糊了啦 说真的 那个隐藏身份加入军队的那个我就有一点印象 这个我就忘记了 拜托 中20抽这些毕业吧 就不放不浪费时间了 呵呵 想得美 呵呵呵 想得美 有这么快就结束 女 嗨 看来是没有办法存下来了 直接抽完了 反正 追忆的旅人 其实好像也是会隔一段时间再出新的啦 而且这故事剧情里面的角色其实我都蛮喜欢的 第三个是抽 所以必抽 哎 等一下这个武女是第一张那个泰特斯里面关押的那个女王吗 好像是耶 哈哈 我突然想到泰特斯 那时候有关押一个女王 在房间里面 应该是她吧 不知道耶 因为她好像不是五娘叻 但是她有鼓舞的效果耶 她在 她在打泰特斯的时候还有出现 那就是在打斗一半她出现 打第三场的时候还有出现 就是帮我方角色 加buff跟恢复啦 所以应该是那一个 因为 武女这个角色呢 通常都是加buff 或者是 用魔法攻击 但是还没有补血 不知道啦 哈哈 最后一个十抽 我看这个样子好像不像耶 哈哈 我记得那个被关押的好像是短头发的 妈 算了 哈哈 有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我还蛮感兴趣的 哦 中金了耶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 海底捞月吗 最后一个十抽 会中吗 有点让我太惊讶了 竟然 最后一个十抽会突然来金色 其实我 第一个十抽中 那个角色之后 我就感觉后面应该是 过过水罢了 哈哈 毕竟 毕竟很难在四抽里面抽到两只吧 不要Reflex 我一直Reflex 昨天就是Reflex才会这样子 哦 中了耶 哇 早知道我那个影子枪只在今天抽 结果中了耶 四抽两只 虽然没有重复 然后拿到那个碎片 但是也是好啦 反正我是为了收集罢了 赞啦 两只都中了 好啦 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 记得点赞 订阅跟分享 哦 对我人士币赞的话 点个三连关注哦 也别忘了在YouTube上面 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